腔腔三人行 我在这个徐老师的大力推推荐之下 我也去看了李安的那个电影 当然这个电影 我估计绝不可能在内地上映啊 是吗 三集啊 他算是三集啊 就叫 咱们大陆就应该叫伍德斯托克 音乐节来历的这个故事 对吧 香港叫胡适托 几十个人这样裸体的这个镜头 大陆绝对不可能 说是叫清喜剧 确实是不是微微的能够引起一些笑声 但是我看这个电影啊 我就觉得要是不关心这个议题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烧闷 但是呢 其实这个电影说的 我就觉得太有意思的一件事 甚至我觉得可能是李安啊 拍他自己想拍的东西 就是美国六十年代 那个该怎么看的六十年代 其实当时正是美国的叫婴儿潮吧 婴儿潮那一代人 哎呀 这个看起来 徐老师你先说说你的观感 那是美国的文化革命 那一个时代 那一个时代他里面记录的那个事件 就相当于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 那个在美国也是一个文化革命 就是越跟越战啦 跟婴皮啦 跟就 你想想这个场面 之前是没有五十年代 其实今天的人都在享受这个革命的成果 以前五十年代之前 如果说也夜生活 我们出去玩的话 那就是女的要穿长裙子 男的穿得很好 去挑的武士那种 蓝色多脑盒啊 最多就是jet bar 乐队 地板 今天呢 你不是啦 你牛仔裤去了 你背心也去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 你整个夜场 到今天为止 你去看到夜场 你到两点去的时候 一片混乱啦 但是音乐呢 怎么会变化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代 所以他里面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宣传做得不好 什么清喜剧啊 什么这个 莫名其妙 他真的是记录了一个 伟大的时代 可以这样来说 在二十世纪 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 虽然今天 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出现 这个对这个东西 有点怀旧 又有点不敢承认 但是他记录了 那么一个巨大变化的 那些画面 你想要是不太熟悉的人 就很震惊了 对对对 这里边就是 感觉啊 今天的人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 今天没有意思 六十年代有意思 今天的人啊 都又变得 规规矩矩了 你知道吗 这就捆着 对我太理解你的意思了 因为六十年代 有个很关键的变化 关键的变化是什么 六十年代呢 之前呢 正好是避孕药发明 避孕药的发明呢 被认为是一个 人类性生活史上 一个最重大的一个里程碑 而且那时候 还没听说什么艾滋病 而且还没艾滋病 这六十年代 这是在病人到之后 在艾滋病之前 真是一个属于 属于很好的 咱们看一下 他这个片子的一些片段 你那个片段反应不了什么 对 as a resort now in addition to swimming pool we should drive heavy tourist traffic right to our door dad let's bleach the laundry it's a good chance that's the difference hey ma'am you have a permit right yeah very cool you say you want to use these fields here that's why we're here you'll have to tidy up after yourself of course we're gonna need a place for people to crash why don't we just buy the harmonica off for the season we like to pay cash in advance 就当年的这么一个小镇 小乡村上 要办这么一个舞都 他讲的就是现在的 这个红极一时的 武德斯特克音乐节 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 而且当时聚集的那种 美国的叫嬉皮文化 这我觉得李安这个人 很有意思 他表面上看起来 是吧 是那么谦和 听说还在家里 接孩子上下学 在家里做饭 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总觉得 他心里有个我心狂野 对吧 你看他拍的东西 都是一种突破禁忌 突破界限 而且反差非常大的 我觉得他拍这个 武德斯科特 就像咱们说 那个色语界 色语界 实际上我感觉到 李安内心深处 有一种强烈的 希望挣脱种种束缚的 那样的一种冲动 那个 我的老师之一 徐忠玉 一直喜欢引用一句话 萧统文学里的话 他说一个人 叫历生先须谨慎 文章且须放荡 就是为人谨慎严谨 可是文章放荡 这个李安就符合这个情况 没错 他这个人看上去 就是一个中年男人 一个君子 一个君子 可他这里边的价值观的冲击 他那个广告 一点都不能显示 他这个影片 最精彩的部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是因为三级的原因 我们也不敢 我跟你讲 他这个里边 基本上就是 还会有这个 当年六十年代流行的 这个LSD 迷幻药的这个体验 他都拍出来 文章对那段时间 就感兴趣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那是当然的 比如说我们搞社会运动的人 或者是对反叛文化 特别有兴趣的人 都把六十年代 变得非常神话 那在这个神话的年代 那六十年代 其实是个世界性的现象 比如说法国有1968年 五月事件 对 德国呢 也有这个柏林学生的造反事件 中国有红卫兵 对中国有红卫兵 东京大学有权共斗 对 然后这是个世界现象 对 这整个六十年代 都是一股的青年造反 那么在这个青年造反 不同国家 有不同的里程碑 在美国呢 就像刚刚子东讲的 等于是闹场文革嘛 你去参加过伍斯托克 你去过华盛顿广场 听马丁路德金演讲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六十年代在北京 去过天安门 对 毛主席 八次红卫兵检约 对 毛主席接见我 对 没错 就相当于这个 对吧 就相当于是这个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东西 变成 比如说你在 听马丁路德金现场 那个演讲 你去过伍斯托克 就变成一个指标 受礼 对 那是个神圣的 一个里程碑 可是这个东西呢 我有时候觉得 它被过度的标榜了 就是说 我以前写很多很多年前 我后来自己反省 为什么 我曾经也一度很迷念六十年代 我老 我拉这帮六十年代过来人 问他们当年嬉皮 怎么样怎么样 但后来我自己反省 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叫 为什么六十年代是火红的 就是说 他这个红色的这个印象 不只是中国是红啊 全世界都说火红六十年代 这个东西是怎么染上去的 你就仔细分析 会发现很多是后来的人 或者是经历过的人 把他神话化了 讲故事 讲故事了 而那个神话呢 也不是不好 五十多个社 我看过那纪录片 都看了不了多少回了 音乐是非常好 Jimmy Hendrix 那是永远的好 John Biden 那是永远的好 那是了不起的音乐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六十年代 真的是需要好好 检讨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 确实是需要检讨 他呀 你像那种 比如大家脱光了衣服 十万群众都在草坪上 万人大混交 对吧 那像那个乐子 也没万人 知道 我跟你讲 那个乐子 不大属于现代的人类 我也觉得 真要那么活着 活不下去的 对吧 可是呢 他在另一个极端上 会给我们一个启发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这个年轻人 他可以那样奔放 活着 像美国那个时候 去西部 开车就走了 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想法 想到就去做 而且也不怕 失败了 也没关系 对吧 那样的一种感觉 你就尤其会感叹 我们现在的这种 夹着尾巴做人 这种雄规蹈矩 实际那个雄规蹈矩 又不是出于真诚 是虚伪的 晚上在网上 就拼命发泄 紧盯着人家走光的照片 对 就把它放大来看 那相比之下 他那些帐篷里面的 这种迷幻情景 我觉得更可爱 他那个 刚才那个镜头 后面很多人在水里 那都是没穿衣服 都在洗澡 然后前面两个人 发挥一些 他在美国 这次票房 也有点失利 原因是 他里边的 对于迷幻药的态度 有点赞扬的态度 他对于性爱 包括三人行的这种态度 都有点欣赏歌颂 跟美国现在的主流价值观 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你知道 他投资五千万美元 他那个场面是大 建国大业是五千万人民币 他是五千万美元了 票房子完全不能比 还同期上瘾 但是他的这个五千万美元 铺牌的这个大场面 就是万人性爱 没有 没有 这是我 这是你 我不买 他暗示 你要是给你拍 你就这么拍 他李安拍片子 是比较节制的 我才觉得 他有一种少见 他可不像有些个导演 他很美 一开始不动声色的 你以为是个小电影 是个很小制作的 到后来越弄越大 越弄越大 才会发现这个 武德斯科音乐节的盛况 当年的这个 他的用意就是想显示出 这种这么极端的 高调的这种反叛行为 跟美国普通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 本来是个小政 之间的这个反差 这个反差 之间的这个基础 他最后那个 那个东西 引的一个老头 本来了无声趣的 一个老头 充满了活力了 老头老太太在泥里 滚打起来 就是说他 他描写他的这个群众基础 所以他的拍法很特别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可是我想说一件事 也就是说 胡斯托克也好 或者是整个六十年代也好 他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我们不能否定 他有很多好的东西 但他有问题的 那个问题就在于啊 他给大家一种幻觉 那个幻觉就是 其实回想文革 也有类似的幻觉 就是我们太过相信 文化的力量 我们过度相信 只要把文化上的 旧东西打破了 世界就会有根本改变 就等于像当年的那些美国 或者是欧洲那些嬉皮 那些年轻人 他们相信 只要我们无限制的躁爱 我们都爱 都听音乐 都闻声 世界就和平了 和平 然后他们要反对 资本主义的时候 要反建制 但是他忘记 这个世界的根本力量 你从唯物主义角度去讲 底下那个很深 很硬的东西 不是你表面天天 吃吃大麻 吃吃卤饼 就改变了 所以这个电影 非常反复 就说明了 这么一个 不要这个高潮的东西 跟一个小村庄 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 很多很偶然的东西 你知道我看这个电影 我就想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起串联 你知道其实串联那时候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小的时候 其实是有浪漫的地方 当然 那时候 红卫兵出去 每个地方都有接待战 然后给免费的提供 吃什么东西 没人乱吃乱抢的 没人拿走 不应该拿的东西 虽然他们抄家的时候 有暴力 这个很多都描写过了 可是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 男女红卫兵住在一个地方 很大的房间 很多人住在一起 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个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 就限于一种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评价 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你总得让人家去 知道有什么 现在是60年如一日 这一段就干脆没了 没错 对不对 你得让人知道 你就算发烧 你也让人知道 人发烧过 我觉得真的就说 咱们就是个改革开放 我叫改革开化 同时来了一个改革开化的过程 其实为什么我说 他这个片子 包括整个60年代 值得我们去学习 去了解 我觉得至于你某个个人的生活 其实当然你愿意怎么过 就怎么过 你愿意享受这个循规蹈矩 你愿意过套子里的生活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知道 你不可以没有眼界 现在我就觉得身边 我见到的某些人 我就觉得没得聊 因为你就是个没见识 你对这事大惊小怪 只不过是因为你不知道 很简单 是吗 而且就是咱就说 很多时候 咱用蔡兰的一个词 他就觉得 想起来就是说 现在的有些人 就是寒酸 就包括你看这个媒体上 反映出来的人们 溃淫的这种意识 哎呦 他找了个女朋友 哎呀 他露底了 你知道吗 你对于这个 你全露了 就怎么样 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寒酸 人的心胸 是多么广阔 世界是多么广阔 很阴暗 人类在追求自己 人生的可能性的时候 是多么的这个 包囊壮阔 多样选择 你这家小市民的东西 你知道有时候 看着就没劲 你知道吗 我就是 Woodie Allen的芯片 就Whatever Works 里边有一句话 那个男主人 他们不能看这个Big Picture 人生要有一个Big Picture 对不对 一个大的一个图画 你才能看清楚 你眼前的一样 背着格局嘛 你的眼界嘛 是吧 不过你刚刚讲 那个60年代 为什么我老觉得 他有问题 就是说 OK 我非常同意 60年代带来 很多好结果 男 比如说 这个女性主义的运动 真正开花结果 是60年代之后的事 对官僚主义的反省 对 同志的平权运动 包括环境保护运动 很多很重要的 今天影响世界的观念 都孕育之后 对 说得好 对 但是 他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包括今天我们国内 有很多乐队 他总觉得自己是最反叛的 觉得自己是要颠覆一切 但他们其实什么都没颠覆 他的歌词 其实还是很保守 他没有做一个 很政治性的东西 因为他们唯一 让自己觉得很反叛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臭大麻 你反叛了什么 你改变了什么 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呢 其实60年代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 60年代的很多的过来人 到后来都变得很保守 我们想想看美国这个国家 今天掌权那帮人 难道不就是经过60年代的吗 为什么今天变得那么保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帮人 他们总会告诉 所有想改变的年轻人 哎呀你们搞这些玩意 我们当年都玩过 玩得比你们还狠 玩得比你们还欢 没用的 因为他们当年自己走错了路 他们要改变世界 但是走了一条那种道路 结果呢 就反过来就觉得那是唯一的路 然后告诉后来人 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我们还是回去教堂吧 但是后来人也应该有权利 可以知道当初这回事 当然了解 最惨的是后面的人 完全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实验 没错 我觉得那你这辈的人 你可以自己观念上去否定 但是你没有权利 把那段东西抹掉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人类啊 历史的意义 你看很多人在不同的年代 从事了很多活动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 咱们后来人的资源 就你要了解他 哎呦还这么探索过 你像咱们说著名的那个福科吗 那个那个哲学家吗 我觉得很悲壮的 以身是殉道吧 算是 最后就跑到旧金山的 同学院的浴池里面 那么弄 最后自己伸染 就被那个河南的这个 严德利这个 河北河北河北 别人往河南 河北车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确实李安这个电影 不一定有什么票房 对吧 因为他跟就现在的 所谓所谓的主流的 这种价值观的 道德观的意识形态 好像是会看了距离很大的 但是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很敬意 但是我还是应该开 知识分子还是应该看 这一段历史 就像一个人 我刚才说嘛 你出过沙子了 对不对 你你这一段 你发过烧了 你你你把它忘掉 你不是还要再出吗 而且呢 就是刚刚刚刚才文道讲的 我就觉得六十年代的时候 等于是咱们的一个宝贵财富 对 就是革命军中马前卒 有人呢 这个冲锋陷阵了 在各个项度的可能性上 比如说同性恋 有没有可能 人类的男女关系 可以有多少种方式 我们一向以为的生活方式 究竟是天生第一的 是天经第一的 还是成年人建构出来 灌到我们脑子里 让我们一代一代 照着这个模式生活 人类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对对吧 包括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战争 和平与爱 我觉得至少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激情锐气 对那个理想 他人说的理想是很好的 这种可能性 是吧 可是呢 你放心 这个戏一定有人看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很多那种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后的那些人 现在可能在某个投资银行 干事 月薪非常高 平常西装笔挺 心里面做梦 我心狂野 梦那个年代 然后呢 他们私底下晚上可能会开个 Harry Davidson出去街上冲 然后在卧房里面听音乐 玩空气吉他 觉得自己反叛的不得了 反叛今天是一个用来消费的 跟为了让自己感到精神上 道德上满足感的东西 心里平衡的 所以为什么到那当年的很多的电影音乐 到今天这些功成利就的人还都很喜欢 因为透过看这些东西 听这些东西 他得到一丝丝的安慰 我今天干的事情 这是我当年最看不起的事情 我今天穿的衣服 是我当年最唾弃的那种衣服 但是我内心仍然在那个年代 而那个东西 我怎么样把它把握回来呢 我花钱买 买怀旧 这是一个纵向的 但是我一直感到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横向的表现方式 比方张成志他写过 红卫兵的心里 然后他就写到日本 他就写东京大学 当时东京大学就 红卫兵占领了他那个塔楼 五圈共斗 所以这种六十年代 刚才我同时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刚才那个 讲胡斯托风波里边 这么多男女不穿衣服 或穿很少衣服 在草地上狂欢的情景 可同时 就像我刚才讲的 在中国的串联的火车上 在接待很多 红卫兵的大的礼堂里 上百个红卫兵 男女睡在一个大房间里边 大家非常清洁 对 每个人怀着崇高的信仰 和崇高的信仰 完全在向往另外一个东西 这不就像你说的是 人类在探求多种生活的可能性的极端吗 但其实他们背后的情绪是一样的 对啊 表达方法不同 但是一帮男女在一起不搞 跟一帮男女人一起搞是一样的 历史结果是灾难性的 你觉得能一样吗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喜欢把 六十年代的这个红卫兵啊 和这个法国呀 欧洲啊 美国呀 六十年代的这种人性 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代价的不太一样 他当然在政治上被利用 他成为工具 而且他起到的作用 这个我当然承认 但问题是从青年人的这种发梦啊 从那种活力的爆发 现在这后面那方面也不能讲 前面那方面就更不能讲 你现在要讲一部红卫兵串联的 你如果中性的这样来的东西 其实真的有很多值得准备的东西 我看这个电影 我就想到 六十年代不能成为盲点 我也觉得其实当年 当然文革对中国带来很大的灾难 但是问题是当年那些年轻人 他的那个内心的冲动 对 表现方是一样的 对 他或许表达方法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边不搞 他们那边搞